美国国防部长哈格以星期二下午发表声明 支持日本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决定 他说在日本寻求成为区域 和全球和平与安全作出更大贡献的时候 这个决定是重要的一步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阿比少将的星期二说 另外美国国务院星期二也对日本的决定表示欢迎 国务院发言人哈夫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美国一直关注着日本关于集体自卫权的讨论 哈夫说美国珍惜日本对加强安全合作所做的努力 迎合在决策过程当中所保持的公开性和透明度